我重新再打开Word 我重新打开一份Word 然后我就把这边设定好 这是标题1 然后这也是标题1 然后这四个是标题2 对不起 这个我也设标题1好了 然后自动间接到研究分析 这是标题2 然后接下来预算资讯安全 我设好标题 这是你一定要会设的 对不对 可是我希望我那个编号不要重设了 我就沿用刚刚那一份文件的样式设计 你们觉得好不好 可以理解我现在说这件事的意思吗 除了省市还有卫生局的文件一致性 记住这件事情我觉得更重要 更重要 你到时候你不用再花那么多心思 到底这个标题音应该是什么编号 然后上面字句下面间句多大 你都不用再设 因为原本的组文件全部都设定好 所以像例如说我们写论文 它就会提供给你个样式档 就是请你先参考 你就是要按照它的样式排出来 请问如果样式 如果样式你没有遵照那个样式的规范 它有权利不刊登你这篇文章 对吧 因为它刊登那个论文 它是要一本书 一本书它要样式全部都统一 绝对不会说你这篇文章 就算你是大师级 如果不用它那种样式来去排 它会觉得你这篇文章 是属于整本书里面很奇怪的一篇 它就一定会拿掉的 听得懂我现在说这件事 所以你们要有这个观念 就是说我们卫生局的文件 一定要一致性 那很简单 也许秘书它就是 反正制作好一个样式表档 然后发给各科 发给应该说各股 以后大家不管任何文件 我们就用这种样式 那这样的话 给任何人看到这份文件内容 就会一致性 好那 那我们拿到这个样式档 它可能用电子有件给我 好我要怎么样套用 刚刚那一份文件的样式档 在这里 我刚刚是放在下载里面 就是刚刚那个什么 Office 2010 TIP 40招 是不是放在下载那里面 放在这里下载 这是我刚刚制作好的 你看10月2号 刚刚现在 现在是2点 2点47分 那我刚刚可能开的是 在我第一次叠击的这份文件 10月2号 这个 Office 2010 范例 Office 2010 TIP 40招 201 那他可能没有更新到 没有更新到 有啦 有啦 刚刚我重新整理一下 他就更新了 2点44分 我刚刚是不是存了这个档案 在下载里面 好 那我现在这份 这个 这个档案是不是标题 标题我都定义好了 可是我会希望说他能够套用 刚刚Office 2010 TIP 40招 里面的标题样式 所以怎么做到这件事呢 做到这件事情的方法就是 我直接常用底下这个样式 样式里面这边样式有一个更多 这个符号叫更多 好 我就直接点这个 更多 然后接下来这边 这边有 因为这边就是样式的选择 然后接下来是显示预览 跟停用连接的样式 这边有看到第三个叫管理样式 在这里管理样式 然后汇入 汇入 这个是 这个是现在这份文件 叫文件1 然后这边我就要改成那个 Office 2010 TIP 40招 怎么改呢 首先先把这份文件关闭 再开启 开启去找 在下载里面的 注意哦 不是我的范本式所有档案 现在去找Office2010Office 先把它变小一点 Office2010O LMNO Office 这个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档案 然后 直接点它 然后开启 然后接下来 请把这里面所有的项目 都选举起来 全部都选到之后 复制过来 全部揭示 就是这里面 它的标题长怎么样 标题又长怎么样 这两个是最重要的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只抠这两个 也可以把那里面 所有的样式全部都抠过来 然后点选关闭 你去看一下 应该有印象哦 1 然后接下来 是不是2 2为什么跳到下一页 应该没问题哦 这我先关掉了 2 这是在新的一页 3 有看到3-1 3-2 3-3 是不是跟刚刚密模一样 你根本就不用再浪费时间 在那边重新去设计 我 我其实 我本来想要给你们去看 某一个健康中心 他做了一份好漂亮的文件 真的很漂亮 可是 完全没有用到标题 标题2标题3 完全都是 这些字啊 都是用这边来去设计的 我就问他说 你是不是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来去做 他说是的 我是说真的 那真的是浪费太多时间 记住一定要用 我现在教的这些方法 好 那接下来关于样式 我花了很多时间告诉你们 希望未来我们看到文件 一定要 一定要是符合样式的